据路透社5月24日报道 一份美国政府23日的公开文件显示 韩国已要求华盛顿重新审视其半导体补贴新标准 韩方担心 那些限制在中国等一些国家的芯片投资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 报道称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拟定了规则 防止中国和其他引起他关注的国家利用芯片法案的520亿美元 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究的专项资金 报道指出 作为美国芯片行业的主要芯片制造商和主要投资者 韩国要求美国重审这一防止接受美国资金的企业 在中国等国家建立超过现有产能5%的新设施的规则 韩国方面说 韩国认为 护兰条款的实施不应给在美投资的企业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这份文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但韩联社说 首尔已经要求将这一上线提高到10% 韩国产业部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但据韩联社报道 尽管韩国政府向美方提出的意见书中 没有具体说明要求重新考虑实质性扩张和通用半导体的定义是什么意思 但这被解读为 韩方希望让三星 SK等韩国半导体龙头企业 能够在接受美国补贴的情况下 在中国扩大半导体的生产 据报道 美国曾表示 这些激励措施旨在帮助恢复美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 促进就业 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 韩国三星公司和SK海力士公司 世界两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 在华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建立芯片工厂 而三星公司正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一家芯片工厂 耗资可能超过250亿美元 一份文件显示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对此事发表了评论 它在评论中寻求成名拟役的规则 以确保在美芯片制造业的投资 不会受到不当和无意义的限制 SK海力士公司也发表了评论 但公开版本没有提供细节 报道介绍 SK海力士公司的母公司SK集团 计划在美国芯片领域投资150亿美元 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建一家先进芯片包装厂 该集团目前正在考虑申请资金 行业组织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说 潜在的芯片法案资金 接受企业在中国有大量现成的一流的设施 该协会说 重要的是 这些公司必须确保 他们在商业上仍能生存发展 保护他们过去对这些设施的投资 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3月开始受理建 尖端芯片工厂的企业的补贴申请 6月26日 它将开放对当前一代成熟节点 后端生产设施的申请 韩联社称 在美国商务部3月21日公布 芯片法案的护栏规定后 多方已对此提出意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3月22日表示 美封锁为护栏 是彻头彻尾的科技封锁和保护主义心境 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 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 胁迫一些国家围堵遏制中国 人为推动产业脱钩锻炼 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 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以多次向美方提出严重交涉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